今年二十七歲的阿草 原本是樂團的經紀人 但在疫情影響下 被公司二度減薪 儘管拼命省吃 減用仍入不敷出 目前已離職的他 決定下半年到國外打工度假 重新開始 同樣被減薪的 還有這位路易斯 去年剛轉職到百貨公司 專櫃就遇上疫情 讓他頻頻被減搬 最慘時月薪只剩兩萬 因為沒有人潮 所以就沒有生意 要不就是 老闆自己就是手點 那要不在大公司裡面 變得等於是 老鳥會排擠新人 主機總處公布一百一十年 全年受僱員工薪資統計 儘管去年國內經濟成長率 高達百分之六點二八 表現亮眼 但在物價上漲壓力下 全年實質經常性薪資 落入負成長為四萬一千四百二十二元 年減百分之零點零四 是近五年首次全年負成長 另外主機總處也首次發布各縣市企業僱用員工薪資統計 以新竹市平均九十七點二萬元最高 主要是竹科廠商帶動 台北市八十六點三萬元居次 新竹縣八十五點八萬元排第三 雖然說薪水是比一般人多很多 可是相對付出的時間 在公司的時間也都很多 楊宗斌認為像是科技業 金融業等從業人員 雖然起薪比較優渥 但在物價上漲及疫情 可能被裁員減薪的雙重壓力下 會不會造成未來六都以外的城鄉 貧富差距收入越來越大 也是未來值得觀察重點 記者委林志堅 張君豪 台北新竹報導